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胆固醇膏多半不是吃出来的 问题一般出在身体内部 现有如今,胆固醇的水平升高是最常见的血脂问题之一 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 胆固醇膏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 过去的30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 中国居民关心病死亡率的增加超过了7成 是由医学当中胆固醇升高所引起的 每当说起胆固醇膏这个问题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 这是吃高胆固醇食物给吃出来的 所以,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少吃 甚至是不吃鸡蛋这样的高胆固醇食物 但事实上,这种认知非常的片面 并且,最终的大家会发现 即便是不吃高胆固醇的食物 血当中的胆固醇也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而导致胆固醇水平升高的真正原因 其实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内部 1.血液胆固醇主要不来源于食物胆固醇 早在2016年,中华预防医学会慢性病预防以控制分会 就牵头发布过,正确认识胆固醇科学声明 这份科学的声明有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通过抽血检测出来的血液胆固醇 其来源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消化到对外原性食物当中的胆固醇的吸收 也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吃进去的胆固醇 但这些胆固醇的其实只占总胆固醇水平的约四分之一 第二就是我们机体自我合成的胆固醇 主要是在肝脏当中合成 而这部分胆固醇则占到了总胆固醇水平的约四分之三 才是真正的大头 事实上,对于健康人而言 自身的补偿或者是调节机体完全可以维持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 举例来说,当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含量较多 通过消化到吸收的胆固醇比平时更多时 机体一般会自动的下调胆固醇的自我合成作用 这样一来就可以继续的保持血液胆固醇的水平 不发生太大的变化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 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吃了高胆固醇食物 而应该是自身的胆固醇合成 以调节机制发生了紊乱 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减少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 但没有解决自身胆固醇合成旺盛 或者是调节功能紊乱这个问题 那么胆固醇高就会迟迟无法得到改善 二,自身的胆固醇代谢紊乱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自身的胆固醇代谢紊乱的出现原因 可以大致分为 不可干预因素与可干预因素这两类 像年龄性别与遗权因素就属于典型的不可干预因素 2023版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有专门介绍 血液胆固醇水平常常会随年龄的上升而不断的增高 但到70岁后不再上升或者会有所下降 中青年女性的胆固醇水平多低于男性 女性绝经后胆固醇水平会上升到比同年龄的男性高 而与脂质代谢有关的某些酶或素体的基因突变 则是导致胆固醇水平显著升高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因素是可干预的 比如不良的生活习惯 某些疾病以及饮食结构等等 比方说长期的睡眠不好 缺乏运动 久坐不动 心理压力大等的压健康状态 会引起肝脏内胆固醇合成的紊乱 再比如 甲状腺肾脏等的部位的特定疾病 也可以造成集体胆固醇代谢的异常 还有的就是 长期饮食总热量过大 食物中饱和脂肪酸以胆固醇含量过高 大量饮酒等不良的饮食结构与习惯 也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的胆固醇 也就是说 学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 绝不仅仅只是因为高胆固醇食物吃多了 而是整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与习惯 还包括其他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在内 所共同引起的 并且 还有年龄 性别 以及遗权等的不可干预的因素存在 所以 这绝不是简单的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胆固醇食物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像2022版中国居民善食指南就有提到 健康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即便是对于已经存在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来说 2023版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也只是要求 将每日的胆固醇摄入总量适度的控制在300毫克以下 但并没有说完全不能吃 三 究竟该如何让胆固醇降下来呢 虽说单纯只靠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胆固醇的食物 的确很难让胆固醇降下来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在饮食结构上做调整也同样没有意义 相反 目前已有的研究数据人类 全面综合的对膳食结构进行优化并搭配上运动锻炼 亦渐重 往往可以对血脂水平带来较大的影响 2023版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推荐 首先在饮食结构当中要减少饱和脂肪酸 避免反噬脂肪酸 因为这两种食物成分被证明以血液的胆固醇水平上升 关联巨大 而用不饱和脂肪酸来替代这两种的油脂 是比较好的选择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饱和脂肪酸主要来源于幼类 特别是带皮和带肥的幼类 此外 猪油黄油当中也富含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则主要来源于 有带可可汁 植物黄油 人造黄油 麦其林 轻化植物油 轻化脂肪 固体菜油 酥油等成分制作的甜品 零食还有油炸的食品 而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富含于核桃油 花生油 大豆油 橄榄油 茶油等的油脂 其次 增加新鲜蔬菜 水果 全骨薯类 膳食纤维以及鱼类的摄入 对于降低胆固醇也很有帮助 此外 日常开展规律的运动锻炼 肥胖超重的人群有效的减重 也都是可以帮助改善机体胆固醇代谢状态的措施 当然了 很多时候仅仅通过上述的这些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 并不能让胆固醇降回到完全正常的水平 因为除了可干预因素以外 还有很多不可干预因素在持续的影响着胆固醇代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采取药物的手段来控制胆固醇了 在临床上最常用于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是他丁类降制药 而他丁类作用的原理正是抑制肝脏当中胆固醇的自我合成 他丁可以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合成路径当中的一种关键的酶 这种酶的活性下降以后 胆固醇的自我合成就会明显的减少了 中上所述学当中胆固醇水平高 并非仅仅是因为吃胆固醇高的食物吃出来的 而更主要的其实 原因我们人体内胆固醇的自我合成日常的增加 胆固醇代谢紊乱 因此要想降低胆固醇 也不只是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胆固醇食物就可以的 而是需要从饮食结构 运动锻炼 减重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的措施 必要的时候 还得通过他丁等药物 抑制自身的胆固醇的异常合成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 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